普通人玩NFT真的是要比炒币要简单的太多太多 我这里不提什么所谓的高端玩家 毕竟咱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 能做的无非也就是暗图所记罢了 首先呢我们需要有消息渠道 这个是真的 玩NFT你们得知道 这个项目方的种种东西 不然你凭什么赚钱呢 而且总得知道是谁带货吧 要知道NFT只有大V带了货 那价格是蹭蹭的起飞 当然主要带货的它还是老外 国人这块如果开始带货的话 那就是顶点了 对于这个定律我屡试不爽 第二个呢就是你愿意去干白 不管你信不信 目前很多项目的白名单 不如一二月份那么卷了 基本上你只要进去认真地聊天就能有 实在不行的话不还是可以买吗 买一买的问题总是不大的 但是基本上买的话 如果是PUA项目的白 开盘没跑基本上后期就等于亏钱了 均不见 骨头 银行人继续人全都没了 白名单市场我也打算做做了 因为发现自己买白真的太难了 不仅是买白吧 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太难了 我收白名单真的要把我整个人给收没了 真的是做的是累死累活操劳死了 当然最稳定的还是自己去卖白 这个当然是最稳定的 第三个呢就是跟着阿尔法的社区去打这些土狗 这个呢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卖帕斯的社区在做的事情 他们天天都有千七百怪的NFT去Mint 然后去卖 人家一个月Mint的量 甚至有可能超过你一辈子Mint的量 那类人你只需要跟着他玩就行了 因为如果你不跟老手玩的话 你大概率就成了不知道给谁印钞的人 反正呢我经常就跟几个人玩 不过呢我很佛系 都是看见了在上 而不是24小时跟着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处于接盘的一个段位 还被他们嘲讽 真的太不爽了 这个东西呢说到底还是有点难 反正土狗也有变成蓝筹的概率 就好像土狗Murmurbee变成金狗的概率是一样的 谁知道呢 所以靠着打土狗发财 概率很低 壮大运吧 第四个就是找到一个大概率能赚钱的 然后缩进去 这个其实就跟炒币一样了 最近最赚钱的就是两个 一个Moonbirds 一个猴弟 而这两个确实都有很多人赚到钱了 当然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今年 那还有一个Azuki 反正我是看着Azuki从1.5到35以太的 下面我捋一下 Azuki这个 重仓缩进去 基本上成本应该在1.8到2.5左右 如果你买一个的话 拿到现在 空投了两个NFT 加全过后大约40亿左右 第二个是Moonbirds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抽签 抽到了在Mint 然后Mint成本2.5 然后呢 你再开了个西游 那也就是分分钟几百个亿 如果是普通的 那也能有个30亿左右的利润 第三个是猴弟 猴弟准备的时间其实非常的长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猴弟一定是能赚钱的 无非就是你怎么赚钱的问题 能不能抢到的问题了 KYC最早的时候呢 是大约15U到20U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到了0.8亿 也就是说 你本来花1万U买的KYC 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400亿 即使卖不到这么贵 500U真的是随随便便卖 也是25万U了 然后呢 就是自己去Mint土地 每个人Ape的价格不同 更甚至有人开空 然后拿着Ape去 大致呢 是一个KYC的地址 加GAS的成本 差不多3.5亿左右一块币 Mint出来左右能够卖7亿 即一个KYC自己Mint土地的收入 在7到10亿之间 你赚多少取决于你有多少本金 一把缩赚的就多 缩的少赚的就少 如果想要赚大钱 还是要缩哈重仓 所以总结一下 实际上普通玩家 除了要努力之外 还要找准方向 炒币这个东西呢 和NFT是完全不一样的 炒币它是要跟着市场来 而炒NFT不一样 它是单一的市场情绪 当然流动性方面